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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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昨天有些預告 跟大家預告過的 Linderman Mechanism Linderman Mechanism講的是 是單分子的解離分解的一個反應 那你想 Unimolecular 單分子 所以它應該是一級還是二級反應 一級 你確定嗎 所以 A 我們看到的是 A 它解離了 然後變成產物 變成產物 A 可能比較像另外一個產物 B 比如說臭氧 它解離變成 O2 加 O 這樣子 那你從這個反應乍看 它是單分子解離嘛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一級反應 但是實驗上觀測到的 在有一些條件下 它像是一級 在有一些條件下 它又像是二級 所以這困惑了很多當時的科學家 怎麼會這樣 一下子像這個 一下像那個 那所以他們一直在想要找出 它背後反應的機制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困惑了滿長一段時間 直到有一位Linderman先生 他提出來了一個機制 所以後來叫做Linderman Mechanism 它能夠對實驗上面觀測到的現象 提供一個滿完美的詮釋 那就此展開了現代化學動態學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為什麼呢 我們就看下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我們昨天先說了 A 它要分解 它一定要得到一些能量 來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能量哪來的 Guard給它的 還是什麼 哪來的 藉由碰撞 好 可能藉由碰撞 所以 它就提出了這個mechanism 它可能跟某一個物質發生碰撞 這個物質我們把它姑且叫M 這個M可以是它跟它同類的 也可以是它周遭其他的分子 反正就用M來代替 然後藉由碰撞 它會被激發 所以它得到了多餘的能量 好 得到多餘的能量 然後還是M 但是M也有可能在不同的能量狀態 然後這個A star 再進一步的反應變成P 就是product 產物 好 P是product 好 那它也有可能回來啊 好 它被激發 它也有可能再一次跟它周圍的物質 發生碰撞了之後 又被去激發了 又被deexcite 好 又回到它的ground state 那所以這三個步驟 分別有它們的反應速率 K1-1還有K2 好 那這邊的話M 好 M這邊可以是A 它本身或者是任何 可以導致A被激發的分子 好 那它提出的這個機制 要怎麼去解釋 實驗上面觀察到的現象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利用我們目前學到的動力學 看我們能怎麼樣提供 這個觀察到的現象 一些好的解釋 所以A的速率我們可以怎麼描述 A的濃度 A的濃度隨著時間的變化 那A它現在是在消失 在減少當中嘛 所以我們用一個負的 好 但是你也可以用產物 增加的 隨著時間增加的速度 來描述反應速率 好 那哪一個會比較簡潔一點 好像是P 對不對 因為P它只有一個箭頭指向它 但是A的話呢 它有過去的也有回來的 所以我們如果用P來看的話 它是不是可以等於K2A star 好 那還記得我們上學期提到的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吧 順態的近似 順態就是中間態的近似 SS approximation 因為你去端詳一下這個機制 哪一個是中間體啊 A star是中間體 對不對 A star是中間體 而且呢 它的濃度一定是 是遠小於A的 好 所以它可以適用於 順態的這種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的近似方法 好 再寫一次啊 Steady state 穩態啊 穩態近似 好 好 Steady state approximation can be applied 就是可以用上這個近似法 那這個近似法是怎麼用的 就它的速率變化 這個我們可以假設 這一個反應中間體 它馬上被產生了之後 馬上又變到殘物去了 所以它的速率變化可以近似為0 好 記得齁 好 所以我們就用A star 來做SS approximation 好 A star 那A star要怎麼描述 過去給它的是K1的那一條箭頭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從A star被消耗掉的呢 它可以從K-1的這個途徑 消耗掉A star 也可以從K2變成產物的這個途徑 好 好 然後你把它近似於0 好 那既然近似為0的話 你就可以去描述出A star 它跟其他的物種濃度 還有速率常數之間的關係式 好 你把A star留在同一邊 然後其他的移項到另外一邊去 OK 你就可以去得到A star 那是等於K1 A M K-1 M 加K2 好 這個是在 有的時候會在這邊標啦 那不標也沒有關係 其實只要你自己知道就好 SS 它跟A跟M跟K 這三種不同的速率常數之間的關係式 就可以建立起來了 好 那 你 可以嗎 超好 好 那你要去 去appreciate 去欣賞這一個式子 怎麼做 欣賞 去瞭解它 你去考慮一些比較極端的情況 譬如說什麼 壓力很高的時候 壓力很高的時候指的是什麼 如果是在一個很高壓的情況下 表示它周遭的路人甲很多 M很大 好 你考慮一種是這種高壓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低壓的情況 好 那我們來考慮一下看看 high pressure limit high pressure 高壓的這個極限的話 就是M很高的時候 那M很高的時候也就表示說 這一個項 K-1 M這個項 會遠大於K2的這個項 好 那這時候你可以怎麼處理 那因為這一項遠大於這一項嘛 所以這一項你就可以忽略了 好 這一項忽略 那這一項忽略的時候 你可以更進一步的精簡 這邊 這邊是不是可以消掉 然後咧 K1 除以K-1 欸 等一下 這個是A 對 好 等於這個 K1 這是A star喔 好 那如果我們去描述 那如果我們去描述 它的速率 就是反應速率啦 但是是從產物它隨著時間變化來描述 底P 除以底T 是等於什麼 是不是這個 K2 A star A to A star A to A star 那在這個高壓的Limit之下的話 A star它是近似於這一個值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變成怎樣 K2 K大K的 大K1 A 好 那 這兩個都是常數嘛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常數 那這兩個常數 你如果把它乘起來的話 它的成績會變成一個新的常數 變成 比如說你把它叫K 算好了 變成K Plan A 變成K Plan A 好 那 所以你從這邊得到結果看出來 它會是一個一級反應 二級反應 變成是一個一級反應 變成是一個一級反應 好 那它的速率決定步驟在哪一步 速率決定步驟 你看這個裡面 它裡面這個K Plan裡面 藏了K2跟大K1 大K1已經是一個平衡常數了 所以在這邊的話 決定反應速率的 是這個小K的 K2 那K2是哪一步 這一步 這一步 好 所以 在高壓的情況下 高壓的條件之下的話 速率決定步驟是 A star它跑過去變成產物的這一步 這個步驟的速率 OK OK 好 那從 這個是我們從式子上面去看得到的結果 那你實際上去體會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表示什麼 它周遭有很多的分子 不管是M也好 或者它本身自己也好 所以它會很快的得到能量 被激發 但是它也會很快的失去能量 那最後 關鍵步驟在哪裡 在這一個A star 它有多快變到product去 好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它的物理圖像 所有的式子你要去理解 這個式子它背後代表的意義的話 你要去想像一下 它背後所呈現出來的物理圖像是什麼 那這邊寫給大家你在準備 你在看的時候可以參考 好 好 所以 他的物理圖像是在高壓的限制下 高壓的條件下A star他是Rapidly created 迅速的被創造 因為經過藉由碰撞的關係 他很容易得到能量 但是也很容易失去能量 Rapidly created and destroyed And only a small portion leads to product 只有一少部分經過K2的途徑 變成產物 變成最重的產物 那已經超好的同學可以想像一下 那另外一種極端的情況呢 如果現在是在一個極低壓的情況 他周邊沒有什麼amp去激發他 一旦被激發了之後 也沒有什麼amp在旁邊去把它去激發掉 那這種情況的話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好 那這是第二種情境 是在low pressure limit的時候 那低壓的時候的amp的濃度就會非常的低 very low 那在amp very low的情況下 那你再重新評估一次 這一個式子 A star變成什麼 如果現在m很小 m很小的情況下 這個像很小 好 那這個像很小表示什麼 這個像可以忽略 那這個像可以忽略 你寫起來 忽略之後 的a star你可以把它寫成a k1am 所以什麼 這一像已經被忽略了嘛 這邊k2 好 好 那product它的反應速率呢 或是說產物生成的速率 那一樣啊 從這邊 product生成的速率是k2a star嘛 對不對 好 那 k2在乘上你把這個帶進來 k2 然後咧 這邊就消掉 消掉 然後變成k1am 它現在變成是幾級反應 變成是一個二級的反應 二級的反應 而且是哪一個步驟在決定反應速率 第一步 變成是第一步是決定反應的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a 它可以碰到m 被激發 被變成energist 被激發變成a star 這個是關鍵步驟 那只要一旦被激發了之後 因為m很小嘛 所以它就不容易往回走 它比較容易的是會跑到product去 走k2跑到product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在低壓的這種極端的情況的時候 反應變成是一個像是二級的反應 而且速率決定步驟是在第一步 RDS就是rate determining step 速率決定步驟的縮寫 好 這一步變成是速率決定 好 那這一種情況 它的物理圖像 physical picture 就是在低壓的時候 A star它可以存活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m小 m的濃度小 所以它 它要被去激發的機會比較小 所以A star它可以last long enough 跟它們一起吃 吃到一個小的地方 再讓它們吃到一個小的地方 在幾乎 那裡 有些人的化粧 它可以 last long enough 而且呢 very little gets de-excited de-excited 表示是去激發 excited 是被激發 前面加一個 d 表示去激發 very little gets de-excited 因為 m 的濃度太小 太低的關係 那所以啊 他們如果去根據它得到的這個 k 跟 m 的濃度 他們用 log 來表示 ap 所謂的 kap 一般我們慣用 ap 表示 apparent 明顯的 或是說實驗數據測得的 叫 kap 測得的 它可以去這個機制喔 它就很完美的呈現出來 它去解釋了 為什麼在低壓的時候 low p 的時候 它的 behave 它的 behavior 它的這個表現 像是一個二極的反應 然後呢在高壓的 limit 的時候 它表現出來的像是一個一極的反應 好 所以 由於 Linderman 它提出的這一個機制 解開了大家眾人的疑惑 為什麼一下像這樣 一下像那樣子 其實 它的那個 high pressure limit 的情況下 其實很像什麼 很像尾一極 尾一極的情況 就是看起來 看起來側到的像是一極 但是實際上它是二極 只是說那個二極其中一個物種濃度太高了 幾乎是長數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這一個機制 它可以完美解釋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回過頭來看 我們之前是不是說了溫度 會去影響一個化學反應的反應速率 溫度的效應 那個效應是從哪一個 誰提出來的 哪一個柿子 阿瑞尼斯 記得嗎 阿瑞尼斯 有一個重要的結論 從 Linderman mechanism 可以衍生出來的 得到的結論就是 一個反應速率 它隨著溫度的變化 其實是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許多 此話怎講 你看 就是溫度對一個化學反應的 overall OVERAL K 就是一個化學反應 它的反應速率 跟溫度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複雜 怎麼複雜法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在高壓的Limit之下 在 High Pressure Limit之下 我們剛剛不是推導出來嗎 Product 它是等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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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 這三個 red constant 合併變成是一個新的K 對不對 好 也就是實驗上面觀察到的KAP 好 那如果我們回過去看 Arrhenius Equation 還記得怎麼寫嗎 它 一個反應的速率常數 它等於A1 好 記不記得 它會有一個常識因子 好 然後呢 它一個 它成功的機率 成功的機率裡面 跟它所在的溫度 還有它的活化能 有關係 那通常溫度越高的時候 它分子超過活化能的比率就 所以它的反應速率就會越高 好 這個是Arrhenius講的事情 好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KAP 帶進來看 反正就AP就是實驗得到的值啦 好 那這邊我們知道KAP等於什麼 那邊啊 等於K1 K2 K-1嘛 那每一個K 是不是也要符合 也要遵守Arrhenius Equation 每一個K都要啊 不會說小K K1不用K2要嘛 每一個K都一樣都會遵守 因為它都是一個反應步驟 所以K1 它也要遵守它的Arrhenius Equation K2也要 然後呢 K-1也當然也要 所以你如果把這一些K都帶進去的話 那變成什麼 變成KAP等於什麼 K1 K2 K-1 你就是把這邊的KAP把它拆解的話 就變成這個 然後呢 你這三個通通都帶進來齁 就是這一項 變成最後的那個 KAP其實是這個項 乘上這個項 除以這個項 懂嗎 好 這個項 這個項 K1 乘以K2 這個項 除以K-1 除以這一項 所以你個別去看A的話 就變成 A1乘A2 除以 A-1 然後呢 Exponential這邊呢 變成 變成 乘的話 變 Exponential裡面變加 對不對 除就變減 變成 EA1 加上 EA2 減掉 EA-1 除以K2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實驗上得到的這一個AP 其實是這一個 A的AP 其實是等於A1 A2 A-1 然後呢 EAP呢 等於這個 這三個因子在裡面 所以實驗上面 觀察到的 其實它的A 包含了第一步的常識因子 第二步的常識因子 跟K-1 就回過去的那個第三步的常識因子 這三個因素要總和起來 才是實驗上面觀測得到的A 然後活化能呢 也是喔 它每一步的活化能都要考慮進去 所以說 複不複雜 還挺複雜的 就看起來簡單 但是其實背後有很多的因素 在決定 我們最後實驗上面得到的值 最後的值是什麼 AP AP齁 為什麼叫AP Apparent 就明顯 怎麼明顯法 實驗觀測得到的 叫明顯 觀測不到的叫不明顯 所以他們就簡稱啦 它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就是實驗得到的 所以叫KAP 只是一個代號 你要高興把它代成4.4.4 你自己知道你代表的是什麼東西 這邊啊 就是實驗上面得到的是這個 但是我剛剛說了嘛 如果是在 high pressure limit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 product 它是 看起來像是一個一級 那它其實是 這個 KAP 你這三個因子 那當然 我們剛剛寫的時候 也可以把這個 K1 除以K-1 它也有它的物理意義嘛 它是平衡常數 所以是K2 大K1 或者是你這兩個成績 就是一個新的常數 那就是實驗上面 測得到的 這個數量常數 那實驗上面測得到 這邊的重點 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 實驗上面測到的一個值 但是它其實背後 有很多的因素 在操控它 那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Lindemann 他提出了這一個 Magnism 它很成功的去詮釋了 就是已經爭議已久 為什麼 單分子解離 它有的時候 Behave像是一個一級 有的時候像是一個二級 那通常 往往你去看科學史的演進 一個問題的解決 通常會有更多的問題 被提出來 那也就是這樣子科學 才可以不斷的演進演進 不斷的去進步 那所以Lindemann Magnism 它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 有更多新的問題產生了 有一些科學家 他們開始去想 那是A-Star我們剛剛說 它被激發 那同學我們上 我們上學期也學過了 能階有很多種不同的能階 它可以被電子激發 Electronic的excited 或者是Vibrational 震動能級的激發 或者是轉動能級的激發 那震動能級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啊 有伸縮震動 有沒有 有彎曲的震動 那所以科學家們 他們開始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A-Star 它是要被激發到哪一種特定的能階 哪一種能量 它是Vibrational excited 對就夠了 我還是說要Electronic excited 好 然後開始慢慢的 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體會 科學家們他們已經開始越想越細了 對不對 它不光是被激發這件事情而已 它被激發的是哪一種能量 那這一種能量 它對應到的是哪一種能階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已經有那種能階 那種狀態 State 然後能態的這種觀念開始產生了 那這個時候也開始就慢慢的 近代的化學動態學開始慢慢成型了 可以開始去 大家開始去想 這個化學反應 它之所以能夠進行到最終的產物 它被激發的時候是要怎麼去碰撞 那碰撞的時候 它會被激發到哪一個特定的能力 它是電子激發還是轉動激發 還是振動激發 才足以讓它導致最終的產物 最開始就大家的思維就越來越細 好 那我們先上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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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